菩薩隨信 菩薩應化在世間 他來做什麼 兩個原因 自己未懲法 要在六道十法格裏頭 修 隨信 截證 不在這個裏面 他無法修 一定要警戒現前 你眼看得很清楚 耳聽得很清楚 心裏面乾乾淨淨 一塵不厭 不讓外面警戒干擾 真修 這是菩薩 離開這個環境 找個深山或個洞 在裏面打坐靜修 這不是真的 他如果離開深山 到都市裏頭逛一逛 心又動了 真修要力時念心 離開五入六層 你去哪裏受 你無得受 這個道理要動 人家怎麼修成功 阿羅漢什麼本事 六更在六層警戒 能不執著 他有起心動念 有分辨無執著 這就是阿羅漢 我們就比不上他 不單止我們比不上 二十八層天 他亦比不上 所以 他超越六度輪迴 不執著就出輪迴了 你看 執著不行的 執著錯了 為什麼 一切犯 一切現象 都是假的 沒有一樣是真的 你如果執著他 你如果執著他 你就虧了大底了 所以不執著 學信仁 這樣才叫修道 比阿羅漢 豐明 披薩 比阿羅漢 告 鵬山 不單止不執著 更不分別 沒有分別 阿羅漢 其不執著 得清淨心 菩薩 不分別 得平等心 比阿羅漢 告 最後不起心不動念 連不起心不動念的雜氣都沒有 那便圓滿 你成佛了 這個佛了不起這個佛是無上正等正覺 他比等覺更高 通常講成佛 初註菩薩就成佛 為什麼?初註無名斷了 就是不起心不動念 他生在十部莊嚴土 正得的是佛身 十部土裏面有四十一個階級 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各 四十一個階級 這四十一個階級 你如果問他 他們全是 不起心不動念不分辨不執著 怎麼會還有階級? 這些階級是怎麼分的? 雜氣 雜氣 有 濃淡 不同 初正得的 雜氣很濃 就是很重 收了很長時間 收了很長時間 集氣很淡 很輕 通通斷乾淨 先能成正覺 先是妙覺為 廟的遺點 完全融入上直江 發神 正得真正發神 不是知道 它融入發神度 就是說 它進到上直江裡 也找不到它 上直江沒有形相 也沒有念頭 就變成上直江 上直江 但是 充滿 智慧 德能 能現一切現象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能現 為什麼要現上? 幫助那些 還在迷惑顛倒未過誤的人 幫助他們 所以 隨隨現身 那些是什麼 通通是自性本有的 千萬不要以為 自性是去外面找 傳錯了 所以佛法教我們回頭 去自性找 做運 現在有困難 我們眼睜睜看大成 在中國 以前 形成 八大宗派 現在 現在 我們搞淨土 現在淨土還有 除淨土之外 好像都沒有了 延搜 延搜 沒有了 延搜 是主修華嚴的 現在 現在 聽不到有人 專攻華嚴 專講華嚴的 沒聽過 天台中 是法華 法相中 是遺跡 如其斯地順 是他主要的點席 令騎經 令騎經 在中國有三種翻譯 以前 時不忠用它做 印心 戒律 大小成戒律 現在只有台灣 古清法師 他和這個 戒律 講戒律 還有些痕跡 其他宗派武律 禅宗 大摩祖師 來中國的時候 用靈騎 印心 五祖以後 用金剛經 印心 都沒有了 三輪 中輪 百輪 十二門輪 都沒有了 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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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想學有辦法,無老師也有辦法,只要遵守老師的修學領念和方法就行了。 現前還有例子,祖宗教我們什麼方法?什麼理念? 理念就是一門深入,長遲分手。 沒有老師不要緊,你學一部經,一一讀它。 不要膽妄想。 譬如我們修淨土的無量壽經, 武老師,你就讀無量壽經。 要讀多少次呢? 一千次。 不要求解義,一定要知道經典的文字是無意思的。 因為無意思,它運用的時候無量壽,真實智慧。 無意思。 怎麼說? 深講淺講,長講短講。 認各種不同的講法,無量無變。 太豐富了。 和世間法不同。 世界文字只有這個儀式,只有一種講法。 佛法。 一句話,一個字。 能跟你講一百年都講不完。 這樣講都是真的,不是假的。 要開胃。 佛法教學就是要開悟。 將自性裏面的智慧引發出來。 這樣就畢業了。 這個畢業就是閃中道講的。 大切大悟明心見性。 教下叫大開懸解。 淨土法門裏叫理一心不亂。 命前不同境界相同。 所以,無私可以自通。 遵循古人的方法可以自通。 修一部經。 在我們現前, 我知道有三個人。 劉素雲居時, 他到無量受敬。 到現在,不止三千次了。 二十年,一日讀十個鐘頭。 你去計下。 其他時間,念開彌陀佛。 你說他有無得一心不亂。 我看他的現象,不用問。 當然,得一心不亂。 有淺心不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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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淺有心。 人家二十年了。 佛法細法你去請教他。 他都跟你講得頭頭是道。 讀經就叫你讀經。 不要求解義。 這個怎麼說反誤求。 也不要聽。 讀經的時候,讀經做什麼? 是修定。 是修念佛三昧。 用讀經的方法, 修念佛三昧。 要明白這個道理。 你還研究什麼意思? 這樣就糟了。 他沒有意思。 為什麼? 他的體是直正的。 直正是哪個意思? 直正到極處,直正光通。 自慰開了。 那個光是智慧通了。 是智聖裡頭本有的。 不是愛頭的。 所以你多想一下。 釋迦莫尼佛 他為我們表現的是榜樣。 是模範。 他十九歲出家。 放棄國王的繼承權。 放棄宮廷富貴的生活。 他去做苦行政。 日中一食,樹下一宿。 這種苦行政的生活過了一世。 不是幾天、幾個月。 佛貴有滅。 是在樹林裡頭。 我們現在說森林。 不是在屋裡。 它是知識分子為我們表演講學多聞。 在那個時代。 印度是宗教之國。 是哲學之國。 古印度的哲學。 在這個地球上, 他們那個時代非常發達。 他學了十二年。 經常有記載。 十二年怎樣呢? 發現所學的, 都不能夠解決問題。 沒有辦法。 沒辦法。 教你。 突然來錄到輪迴。 他就不學了。 放棄了。 學了十二年。 放棄了。 放棄了。 去菩提樹下入定。 那年他三五十歲。 學佛之後, 我們了解。 十九歲出嫁。 是放下煩惱障。 三十歲。 放棄求學。 是放下所知障。 在菩提樹下入定。 回歸至聖。 開悟了。 大切大悟。 就開始教學。 教學是非常有體系的。 他不是亂來的。 就是好像扮學校, 先扮小學。 講阿瀚。 阿瀚是小城, 就是小學。 十二年。 我們現在小學六年。 佛陀的小學十二年。 根澤德侯。 十二年之後。 提升。 方等。 辦年。 好像是中學。 為入大學做準備的。 中學和小學。 陷入二十年。 二十年之後辦大學。 學生都提升了。 大學講般若智慧。 教了多久呢? 二十二年。 釋迦牟尼華一生講經教學四十九年。 般若幾乎佔了一半。 四十年。 般若是他主要要講的。 要教的。 最後班若是研究所。 幫助菩薩成佛。 拿到佛陀教育最高的何位。 同學在這裏要記住。 佛教裏面的佛陀。 菩薩阿羅漢是何位的名稱。 和神仙無關系。 學位的名稱。 佛陀好像現在大學的博士學位。 菩薩好像碩士學位。 阿羅漢是本科畢業。 學士學位。 要搞清楚。 他是教育。 他不是信。 四十九年。 全教學。 未聽過佛陀。 有哪日放假。 未聽過。 有教無類。 來者不拒。 去者不留。 不分國籍。 不分族群。 不分宗教信仰。 你只要跟他學。 他就教你。 你想學什麼。 他就教你什麼。 他什麼都痛。 他跟誰學的。 無路事。 他怎麼能教。 他開悟了。 智聖裡智慧流出來。 這是圓滿的。 不是從外得來的。 我們對這件事情要搞清楚。 要有信心。 我們才會有指望。 否則的話。 我們找不到老師。 沒有指望。 很難相信。 但是是事實。 不是假的。 我們再回頭看看。 在中國有一個。 唐朝時候。 時不中六祖衛林大師。 他開悟了。 亦是世出世間。 什麼經典。 你問他。 他都會告訴你。 他未學過。 五酒和他上課。 是在夜晚。 是在夜晚。 就這樣一次。 跟他講金剛經。 講大義。 他不識字。 不用經叛。 講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他就開悟了。 他的畢業論文就二十個字。 本字清淨。 本不生滅。 本字具足。 本無動搖。 能生萬法。 五酒一聽就行了。 要撥就給他了。 他就是禪宗第六代祖。 人家不服。 怎麼好。 躲起來。 等完成熟後再出來。 他在獵人隊。 幫獵人煮飯事後獵人。 十五年。 十五年。 十五年之後。 大家將這件事情淡忘了。 他出來了。 無私自通。 開悟就通了。 開悟就通了。 所以佛法的教學是教什麼? 是教你開悟。 用讀書的方法。 是對喜歡讀書的人。 現在講知識分子。 喜歡讀書。 喜歡讀書就用讀書的方法。 讀書是修訂。 不是叫你這個點講法。 那個點講法那麼定就糟了。 不准你研究。 你只要字沒有讀錯。 句沒有讀留就行了。 一千次讀完。 得小定。 開小智慧。 兩千次聯成。 得大定。 大筆大悟。 明心見成。 我們在壇經中看到一段記載。 發達禪師。 在未遇到能大師之前。 他日日讀法華經。 讀了三千次。 法華經很長。 分量很大。 讀一次大概要一日。 總要十幾個小時。 讀一次。 那三千次就十年了。 見六祖。 向六祖請教。 六祖跟他講。 法華經。 我未聽過。 你讀給我聽。 法華經總共二十八品。 他讀到第二品。 六祖聽完。 可以了。 不用再讀了。 我全知道了。 和他講法華經。 他開悟了。 他怎麽能開悟? 他有三千次法華經的定功。 法華三枚。 所以高人一點。 他就通了。 他這樣一開悟。 一經通。 一切經傳通。 我們看完。 不要白看。 他們做榜樣給我們看的。 我們愚化炮製易得。 武老師易得。 你先讀三千次。 你看。 永明延壽大師。 他亦是讀法華經。 傳經裏記載。 他讀法華經萬幾次。 你就知他定功有幾深了。 心裡。 沒有妄想。 沒有雜念。 沒有分別。 沒有執著。 就是經題上的清淨平等過。 他全得到了。 自聖般若智慧。 流言出來的。 你看他的著作。 中鏡錄。 中鏡錄就是小藏經。 將釋金茉尼佛四十九年講的一切經。 重點全掌握到。 正土中第六代造師。 正土中第六代造師。 正土中門教學。 傳統略。 正土中門教學。 傳統略。 傳統略。 所以這些都作榜樣給我們看。 現在還有個例子。 胡小林居士 他住在北京 最近六年 他读一部 《大乘起信论》 他跟我说 证明 古人这两句话 千真万确 一点都不假 他没有人教的 《大乘起信论》 读一千次 一日也是读好几个钟头 一千次读完之后 他就开吴了 小吴 第二个一千次 圆满的时候 《大乘起信》 古今 《大乘起信论》的注解 他知道哪里注得对 哪里注错了 有这种能力 《大乘起信论》 现在他三千次 他动满三千次 他说 第二个一千次 觉得比第一个一千次 《大乘起信论》 看的义理 看得深 看得广 三千次更深更广 他为我们做榜样 如果我们能和其他宗教接触 你会发现 孔子的智慧 哪个教他的 老子庄子的智慧 哪个教他的 无因不是无私自痛 那个自痛最重要的条件 就是心清静 心里无集念 要到什么程度 无妄想 无集念 无分别 无执着 眼见色 在色相上磨练 以文性 在音声上磨练 吃饭不可以白食 舌筋在味尘上磨练 念什么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就念这种功夫 完全回归到自然 回归到自性 这种功夫 就是心灵 就是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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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功夫 就能开自慧 所以我们穿衣服吃饭 都错了 不懂 吃饭 吃饭时讲求味道 这种好喜欢吃 多吃几口 那些不喜欢吃 就放在一边 三 要选自己喜欢的 款式 颜色 这些都是搞六度轮回 修行人 从睁开眼 一日到晚 在警戒里练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用什么方法 八万四千饭门 无量饭门 方法无量无变 可言老和尚 用一句阿弥陀法 成功了 一句阿弥陀法 九十二年 眼见一切式阿弥陀法 好看的阿弥陀法 不好看的阿弥陀法 通通归阿弥陀法 无一些自己的意思在内 听任性 音乐阿弥陀法 噪音阿弥陀法 完全不受外面干扰 一句阿弥陀法念到底 一声跟着一声 念了九十二年 功夫聂的 一百一十二岁 还爬树 有些信徒去探他 他庙门口有棵子树 他爬上树摘尺 给大家吃 有人把这个镜头拍下来 给我们看 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 年纪大 体力不睡 这是怎么成就的 警除心转 他的心不睡 他的心不睡 他的身就不睡 他的心清静 身就清静 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我们要从这里建立信心 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动念 难阿 起心动念 好微小 你看 一秒钟 二千二百四十兆个生灭 我们连概念都没有 你怎能将它指住 没有可能 所以要用方法 一般的方法 读经 读经的时候 妄想不会生起来 暂念不会生起来 亦不用分别执着 老老实实读下去就好 讲求次数 一千次的时候 做个检验 看效果 然后两千次 再做个比较 信心就生起来 三千次 就有大受用 法达禅师三千次法华经 他能开悟 永明延寿大师 亦是读法华经 读了万多次 他成为 禅宗的大切大悟 淨土宗的第六代祖师 他晚年念法求生淨土 真去祈乐世界了 在外国 我们知道伊斯兰教 是个很大的宗教 他的信徒 全球有十五亿人 创教的教主 穆浩密德 和六祖一样不识字 未读过书 未读过书 诶 他能说出一部 《古兰经》 他跟谁学的 《古兰经》是他说 旁边的人笔记 将它写出来 是回教里头主要的一部经典 都是无私自通的 我们要相信 你是一个方法 就这么简单 就叫你专注 用什么专注 无所谓 你喜欢用哪种 就用哪种 只要专注 将 起心动力分辨执着 压下去 将它消灭 就成功了 压下去 是功夫得力 消灭是功夫成就 我早年学法 老师教我看破 放下 明白相信 就是看破 看破之后 最重要的 放下 放下 起心动念 放下 分别执着 你是无碍 事事无碍 无论善是恶是 大是小是 全不放在心里 你便对了 放在心里生烦恼 烦恼 成就不到事 智慧能成就大事 烦恼不得 所以希望同学 我这一生 我这一生 没有讲堂 没有道场 教学 教学 我们用网络 用了二十多年 用卫星电视 今年是 第十四年 今年 2015年 十四年 2003年元旦开播的 我们都将这些 讲给大家听 希望大家记住 真肯学 没有一个不成就 不怕苦 要受忍辱菠萝 物 什么都能忍 你一部经 一生就守住一部经 绝对不改 十年之后 你就是专家 你就是世界上一流的学者 你学金刚经 金刚经 金刚经的专家 金刚经不长 只有五千字 你要学它 一日至少要读三十次 十次太少了 力量不够 三十次五十次 好好 讀上十年 小悟 大悟 千悟 你慢慢都得到了 清静发身 俗佛为名 弘法离生 把自己的 妄想分别执着 无病 通通 都读走 你可以得到清靜法身 发起充满 智圣里面的慈悲心生出来了 大慈大悲 年吻一切众生 教导一切众生 成就一切众生 无量功德 底下又讲 似菩萨 随信 直正 这种是境界 喜欢直正 观一切法 平等 为什么 一切法 都是自性变的 你可以时时念这句 慧能大师讲的 何其自性能生万法 万法的体是自性 自性是一个 法无量无变 一个自性善 它是一体 所以它平等 这个不知道不行的 正念不为诸法 你如果对一切法里头 起心动念 这个念头就不正了 正念是什么 看得清楚 听得清楚 摸得清楚 无起心动念 无分别执着 修炼地 这叫真修行 随信 心入 随信 这两个字 用得好 清静心 随信 平等心 随信 大肆大悟 随信 随信 境界不同 阿罗汉的境界 菩萨的境界 大肆大悟 是佛境界 一切诸法 再看下面 清静直心 分别诸法 要用清静直心 直心就是真心 心静直心 无伟辑的现象 无伟辑的现象 身平等观 深入聚足 思維第二順忍 此即右順忍也 你看都是講功夫 修行的功夫 見到這個世間 行善值得歡喜 好讚嘆 見到眾生眾惡 亦不諱旁 亦不好制止 不要起心動念 這樣就對了 惡總來好多 能夠教的要教 教不到的不教 為什麼教不到的 他頁障深藏 他會怨恨你 他說你奏罵他 這樣就和人結冤仇 冤仇見下去麻煩 生生世世 冤冤相報 沒完沒了 所以我們 只要收忍欲 絕對不和人結冤仇 他委註 他委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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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欠愛我 我不擺在心裏 心上無 心上只有奧彌陀佛 我要去極樂世界 我不想再在這裏搞輪迴 這就對了 要能忍 忍先能成就自己的道業 忍不到 和人爭論 不是好事 這個道理 對自己一生 成功失敗 影響很大 所以 不知不得 還要深深 明白通達 表現在日常生活行為上 一團歡喜 願恨我的人 都迴向給他 為何 他和我燒業障 這一生學了法 做的業障少些 過去生眾 生生生世世 累積的 聚業 無量無變 那些人和我燒業 和我燒重業 我應該全感恩 絕對無對立 絕對無報復 絕對無批評 人完全接受 接受 接受是一句 阿彌陀佛 之眾 這個是念佛人 人家無辦法理解 阿彌陀佛理解 人家不歡喜 阿彌陀佛歡喜 我們會很順利 往生讀極樂世界 這不是迷信 是事實 是事實 下面那兩句 意思好深 又若 此菩薩 不見又發生 不見又發滅 這個菩薩是甚麼菩薩 發生菩薩 他未見到發生 他接觸的是生滅上 發生菩薩 見一切上 不生不滅 是真的 不是假的 無生滅 就好似我們 一個明白人 看電影 看電視 有生有滅 有生有滅 有生有滅是凡夫 完全著了 完全著了 像我們前面說的 現在的科學家 量子力學家 叫他看電視 電視上畫面有無生滅 他可以跟你說 不生不滅 為甚麼 一個畫面 佔幾長時間 另外一秒 二千二百四十十十一秒 你說他是生還是滅 一秒鐘 生滅二千二百四十十十十次 所以这个生灭 就是不生灭 科学家会闹头 他了解事实真相 这种频率 这么高的频率 是整个宇宙活动的 都是这种频率 哪个见到 佛经上讲八地以上 这样为此高量 同样是法身菩萨 法身菩萨有四十一个阶级 他是四十一个阶级 最高那四个阶级 八地 九地 十地等个 是最高那四个层次 他们的功夫 和佛差不多平等 但是他就差了点 他融入不了法身 融入不了常治江 他还在十部图 一定要正当妙个位 就是无耻无名暂气 断得干干净净 确实无了 他就去上直江了 十部图无了 十部图不是生灭 他有忍遣 无缘的时候 没完的时候他忍 没了 没了不说得他灭 有缘的时候他起来 起来不说得他生 真的是不生不灭 他不是生灭法 一切法从原生 所以原生范围 包括非常大 看他有没有缘 有没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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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缘 有缘 我们时间到了 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 底下何以固 是解释 底下的意思更好深 这段缘 经文 我们学会了 会好又有用 能帮助我们提升警戒 因为你不了解他 忍不住 了解之后 被人点侮辱 也要一笑了知 天下太平 天下太平 无事 以前结怨化了 不结 来生 怨恨 真正消业障 断烦恼 成佛道 好 好 今天就学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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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好